作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以前的餐厅客人的座位去三四百个座位 哇那个真的是在打仗一样 大概十几秒就要炒一道菜出来 从备料到出菜只需要短短几分钟 曾经是主厨的赖静达 自信地分享过去长厨的经验 从小家里开餐馆 使他热爱也练就一手好厨艺 更运用创意自己开拓新事业 不吃的人不可润断吃的人 丈夫创业艰辛 曾兄妹总是背后全力支持 她是贤熟的妻子 也是温柔的妈妈 更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读经祷告每日清静神 她把信仰带进夫家 教导先生女儿们凡事感恩 2021年赖静达在工作中突然昏迷 能从死亡关头挺过的关键 她说是看见了主耶稣 奇迹式的苏醒连医学也无法解释 她相信这一切是神的安排 朋友们你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邀请了这一对夫妻赖静达跟真秀美 他们两个在过去 都曾经各自经历了大病一场 然后经历了成功率非常低的手术 有过这样的过程 让他们对于生命 有完全不一样的体会跟看见 在今天节目现场 跟我分享一下他们的生命故事 两位好 好 两位先要请问一下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静达哥 该讲在读武专的时候 武专 是因为跟同学打赌 打赌 因为他在学校是出名的 那时候讲乖乖牌 那我们就是比较好玩 他说这种你想追他一定追不到 就是好玩的男生要去追乖乖牌的女生 对 然后他就讲说你如果追上的话 我就送一瓶洋酒 然后再多少钱多少钱 那赌注在那时候算大吧 算多了 然后为了赌一口气 赌一口气 然后就跑到他们班上去找 就是你 所以在那之前你还不确定是哪一个 对 然后要确定是什么名字是谁 是这样子开始的 那你先确认人之后你怎么做呢 因为你是跟人家打赌 对 然后就你也知道 那个年代比较流行写纸条 就写给隔壁班的这位女生 台语叫做慢慢的怪 所以以前也是乖乖牌的这种女生 然后收到隔壁班 这种比较爱玩的男同学写纸条给你 那时候刚收到 其实我是很抗拒的 像他不认识我一样 赖静达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是哪一个人我也不清楚 后来他就讲说 你不要就是觉得很有负担 就是大家都是年轻人嘛 交朋友而已有机会啊 大家一起可以出游啊出去玩啊 我们两班的男女同学 男生跟男生都是很熟 有点像连移啊 对对对 我们就出去玩 交游啊什么的 慢慢慢慢就有 私底下就有了更多的互动 这也很妙 有时候就是男生之间开玩笑 打个堵开始 结果没有想到后来真的走在一起了 那时候就是毕业以后 他们就是收到那个当兵的那个 兵单 兵单 对他当海军 这样对 那那时候我就出来工作啦 所以那刚好就是爸爸 静达的爸爸他们是开潮州餐馆的 之前就有去过他们家 他有带我去家里玩玩啊 就见过爸爸妈妈一起 对对 那那时候 静达爸爸就说你毕业以后就到餐馆来当会计 那可能也是静达叫他们就是看住他 因为男生要去当兵了 男生要去当兵都很怕女生兵变 这样子 就这样子安排 所以家里头原来是潮州餐厅 潮州菜 孩子从小就要常常去餐厅帮忙吗 应该讲我们家原生家庭就有八个兄弟姐妹 平常有空就到餐厅里面帮忙 这样你自己是排行在 如果从老大算下来我是排行第六 所以感觉起来是很忙碌的一个童年生活是不是 自然而然就习惯了 那有时候也会找找员工餐啊 这一些东西啊 然后对于餐饮业就 兴趣就越来越高 尤其在菜式方面的创新 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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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兄妹姐你们家也是兄弟姐妹这么多吗 他们家八个 我们家更多个 你家更多 十三个 我是第十个 那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妹妹 所以你们家从小你成长的 环境的家庭的状况到来怎么样 我爸爸娶两个太太 有两个太太 那时候我是在缅甸出生的 你是在缅甸 在缅甸的华人家庭 对 在养光 出生的时候 其实我上面有一个孩子是没有养活的 那我出生以后呢 我本身自己的体质很差 妈妈就是很心疼 这样怕养不大 那时候我养父 跟我生父 他们是亲戚的 就是结拜的兄弟 也是有亲戚的关系 这样子 他们养父母 他们是不能生育 然后就是跟我的生父母就讲说 这个孩子给我好了 对 给我养 他们呢是一对基督徒的父母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这件事情上 我真的就是看到上帝对我的恩典 对 好像我在母腹中 上帝就已经拣选了我 就是认定我是他的儿女 那你们家后来是 在你很小就来台湾了吗 还是之后念书才来的 大概八岁的时候 就民国五十七年的时候 那时候发生排华事件在缅甸 就是他们就会屠杀一些华人 那时候就爸爸妈妈 还有我爷爷 爷爷还在 那跟我我们四个人 就来到台湾了 就来到台湾了 就重新白首起家这样 所以刚来的时候 你们家里头状况 大概怎么样 那个生活的 那时候就是因为 就是人生地不熟嘛 我爸爸就是去找了一份工作 就是开那个大巴 那妈妈就是在市场摆个小摊 就是所以常常凌晨四五点 就要出去批发 批发这些菜 然后去摆摊 对 所以你的照顾是 爷爷跟我 所以我就一直跟爷爷 这样子在一起 所以 对啊 我其实童年来讲 因为没有兄弟姐妹 就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我也是蛮孤单的长大 那你们教会还去吗 后来爸爸妈妈来到台湾之后 对 他们就是赶快找教会 从小我也是在那边长大 所以你小时候 看着父母亲的信仰 你自己有什么样被影响到吗 我看到我妈妈带给我的一个信仰生命 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 她时常在无时无刻都是在祷告 不是只有吃饭前 无时无刻 像她常常我们有阳台 站在阳台来祷告 有时候睡觉就是趴在 跪在床上 整个是伏伏在床上这样跪着祷告 其实她是不认识字的 可是来到台湾以后 她读圣经 我开始就学了 读书了 就教她念圣经 她会拿生字符学的写 好可爱 对 然后比较艰难的读不太就会问我 她就是这样认字的 所以应该是说 孩子基本上都不怎么知道 神是怎么一回事 耶稣什么 就是比较深奥的道理 其实并不这么清楚 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看父母亲 透过父母亲来认识这个信仰 透过父母亲来认识这个神这样子 你就是看到你妈妈 这个敬前的这个样子 这个画面 一直在你的脑海当中 影响你神明感非常深刻 非常深刻 养父母的信仰 深深影响真秀妹 即便知道自己的身世 她没有埋怨 反而是充满了感恩 妈妈对她的身世 没有不是负面的 她觉得就是到接手给养父养母到找到自己的亲生爸妈 她都觉得是很幸福的 因为她有两个爸妈 对所以比较不会觉得说 好像有一段什么不好的回忆 一直以来对妈妈听妈妈的声势会觉得很像在听故事 她从小呢是独生女的环境下长大 就是充满着爸爸妈妈给她的爱 然后因为养父是补给官 从小就是你知道都吃好的用好的 不用跟着亲生父亲跟兄弟姐妹们这样子到处颠沛流离这样子 然后长大了竟然还可以就是找回自己原本的家人 然后养父母是把她视如亲生的在爱这样子 对我妈妈而言 她在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 我感受到的并没有惊吓 也并没有怨对 她的养父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其实是蛮辛苦 好像是一个驾驶吧 驾驶的工作 然后那可是她养父就比较先走 然后后来是养母 那养母最后生病的那段期间 其实他们很爱这个女儿 那这个女儿其实要独立照顾她 他们这一对父母其实也有一些她的难处 她在去照顾她妈妈的那个 那个其实我觉得一般的生 就是亲生儿女对父母的照顾 我觉得也不过就是这样 就是你每天要跑医院 然后你要按着你的工作 然后而且你想想看 那个已经是二三三十年前的事 但是她是很尽心尽力的 去照顾她这个养母 对 修悦在还几个月的这个 这个baby的时候呢 就被养父母抱走了 其实对于自己原来的生父母 是完全没有见识的 甚至养父母还有一点这个担心 他们彼此之间有连结 可是后来还是知道了 知道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大概我是读武装二三年级了 其实就是差不多 你们两个正刚开始认识的时间 对 就是那时候刚好我是在家里的 那有人按门铃 爸爸妈妈都不在 那我就去开门了 我就看到两个姐姐 就比我年长的 一个就长得跟我 真的就像照镜子 一模一样 真的 就像照镜子一样 对 就知道是一家人 对 我就自己就会像一跳 怎么有一个长得跟我那么像的人 真的 就请他们进来做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 然后他们的出现 你那时候 就是真的就是很紧张 然后听他讲完了以后 那我大概就知道是怎么样了 他们也有讲当时的状况嘛 就是家庭的环境啊什么的 后来对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我知道了 那我请他们不要跟我爸爸妈妈联络 他们竟然这样子一直搬好几次家 就是不想跟你们有连结 让你们找到我 我就说我会写信回去 带我问候 就是我生我的爸爸妈妈 那你自己心里头怎么想 你被吓一大跳 你是心情上有什么样的起伏吗 其实我没有什么埋怨什么的 对 可能我的养父母真的是很疼爱我 没有让我觉得说 就是 就是 有什么 让我就是有苦度啊 有埋怨的心 那你也没有特别埋怨你的生父母 没有 能够体谅他们 能够体谅 当他们讲了就是这样的 家庭的环境的关系 那我就知道 对 所以 那时候没有想很多 因为年纪还是很轻 后来慢慢年长了以后 我这样回过头来看 就是感谢神 这就是神的监选 神的预备与安排 对 这么一大家子这么多孩子 就挑了你出来 到了另外一个家庭 对 不过养父母 其实心里头对这件事情 是一直都很介意的啦 你就真的一直都没有让他们知道吗 到后来都没有让他们知道 对 后来妈妈去世了 爸爸去世了 他们都不知道 我已经知道我的生死了 在这中间 我是有写信回去 给我生父母的 对 我也跟我爸爸 就是亲生的爸爸妈妈讲 就说我很好 我也感谢他们 对我的生育之恩 那我希望他们就是有生之年 就是让我爸爸妈妈 养我的爸爸妈妈有生之年 不要让他们担忧 担心这个事 担心 对 我说我会去看他们 我会找时间去探望他们 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好贴心的孩子 我真的感谢神 后来你刚讲养父母后来的身体状况不好 就是妈妈其实她很早期就罹患了子宫颈癌 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复发 就是我已经毕业了 她也去当兵了 那时候医生才讲说她已经不需要手术了 其实她已经是一个很奇迹了 她说她在六年前她第一次来就医的时候 那时候就已经医生已经判断她已经是末期 大概三到六个月 她那时候就是祷告 我那时候还小还在读书 所以她就恳求上帝 怜悯 就是不要让她这么早就 离开 还能够陪孩子一段时间 最近让孩子已经完全成年了 她也比较放心 所以上帝真的是垂听她的祷告 虽然最后她还是离开了 但是就给了她足够的时间 看着我长大 然后毕业 然后订婚 也有稳定的 也已经订婚了 然后就 她可能就是放下 就放心了 就走 很快就走 比较没有遗憾 对 那爸爸呢 爸爸是在妈妈去世以后 大概隔了两年多 对 然后她就 也是生命 也离开了 你原来都是写信 给自己的生父生母 对不对 那到后来第一次的见面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第一次见面是去澳门 那时候我还怀孕 所以 我第一次 已经怀孕 已经结婚 对对对 然后你们两个就一起去 对去看 我觉得站在 就是生母的地上 看到你 我在想她 应该也有很多情绪翻早 说不出 因为当初 爸爸把你送走 对她来说 一定很 也很困难 对对 很不得已的决定 所以像这样子的 家庭的背景 整个过程 像公公婆婆她们 竟然跟你的父母亲 原来也就在结婚前 就都知道 对 在结婚前 我知道之后 跟他们聊天的情况之下 也有跟他们说过 然后你们家是传统信仰 传统的一些宗教信仰 对 然后碰到这个女朋友 又是基督徒 对 因为我爸爸 我家庭算蛮开明的一个家庭 我爸爸甚至连拜拜的时候 他会先把一些没有拜过的东西 先放在旁边 那是给他吃的 其他再去拜拜 然后会跟他讲说 这个没有拜过 这个你可以吃 这个有拜过 这个你就不要吃 所以你进到他们家刚开始 也觉得很被接纳 在这个家庭 对 我从在餐馆工作 还没结婚的时候 对 就在那里做筷子 我就是 对 我们家吃饭的时候 我会祷告 他们就会问 信仰 我就会跟他们讲 我是信耶稣 我是相信耶稣的 信耶稣的 像家里面烧香 什么的 像他们取进门的时候 要拜祖先 烧香 我们也没有拜 就鞠躬而已 所以真的 你也在这个 这个夫家里头 感觉到 就是公婆特别对你的 对 的包容 或是对你特别的爱 这样 爱护这样 那时候我叫上帝 叫老大 老大 我说老大 这么好的一个女儿 你就要带她走吗 孩子还这么小 求你医治她 让她好好把这个病养好 回台湾 我决定受洗 开店做生意不容易 从潮州餐馆 包饭店到小火锅店 国内到海外 都有他们夫妻 便手知足的创业足迹 她非常的用心跟很拼在工作上 而且她是只要接触到一个新的产业 新的行业 她每做一件事情 她都可以付出120分的努力 她会很努力地去了解 就 我觉得就有点像是一直不断 像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一样 她就是可以 花很多的心思 像白纸一样 每一次碰到新的产业 我们要开店什么 她都是自己身体力行 她讲过的事业 至少我看过的 包括她开的不同的店 至少五六个跑不掉 所以你看到人生在这么多的转折 然后在不同的地点 然后换不同的行业 可是背后很大的支持的力量 是秀美 是曾姐 那曾姐其实对她的先生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支持 海外定居的过程中 曾秀美在香港生了场大病 她靠着神挺过难关 先生也因此回台湾受洗 那个时候会知道说妈妈不舒服 妈妈可能在我们面前也不会 一直你知道喊痛啊 喊什么喊什么的 对对对 会表达一下 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想 就是想到说会那么的严重 就是我还记得是开 是开子宫还是对 就是说沾黏得很严重 还有发炎 那那个时候医生是说 可能不一定可以重活得了 这样子 那爸爸那个时候 当下是避开这个的 他是没有讲到那么严重 只跟我们说就是 妈妈生病要开刀这样子 没有讲得很严重 到最后都跟我们讲的时候 是妈妈已经康复了 父亲长其实本来呢 就有餐厅餐饮业的基础 后来结婚之后慢慢的也开创自己的餐饮事业 就自己出来做了啦 其实建大哥你刚刚在讲 你本来就会煮吗 在你之前炒舟餐馆 对 是真的就是长厨在厨房里头像大厨这样炒吗 因为任何会煮跟在家里头煮是不一样的概念 一开始餐厅都是请外面的人过来炒 师傅 师傅 有一次是那个师傅看你生意好 刁难 要加薪 然后就把他解雇了 解雇之后 没有厨师 硬逼着我去站在那个主厨那个位置 然后自己也就这样子 就炒起来了 就炒起来了 因为平常也都有炒饭菜啊什么的 这个都不会陌生的 那后来你们就是夫妻朗自己出来开餐馆 第一次开是因为移民澳大利亚 用那个厨师技术移民 那会移民澳大利亚那时候是因为小女儿出生很小 大概是台湾气候空气的关系 他会气喘 曾经一个月看了七次的医生 然后医生到最后讲说 不然你们到别的国家住 那个空气比较干燥一点 然后等他大一点有抵抗力 你要回来台湾再回来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看了一些资料资讯之后 刚好澳大利亚有开放一个厨师技术移民 那我就申请看看 申请看看 就过去了 就这样过去了 去了也是找教会吗 找教会 我们每一个到那边我就想 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 对就是 就是我也是因为我 就是我爸爸妈妈这边给我的信仰带领 就是这样 不管你到哪里先找到生的家 所以到澳洲找教会 还是你去聚会 那先生一直都没去 有都有去 都有去 你也知道西方国家太闷了 没事干就跟着他到教会去 那个也是神的恩典 从那时候慢慢在我身上扎根下来 福音的种子 福音的种子就已经开始了 那你们在澳洲待了几年了 前前后后后来我们又去学历 从墨尔本经书后来又去学历 加起来大概有五年的时间 五年然后你就到深圳去了 对那个是因为一个朋友在深圳缺乏管理 管理的人 管理那些员工 也是餐厅的生意 不是 是传统生产行业 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做破例的 然后我从两百的工人帮他增加到两千个工人 工厂员工多了要扩厂 然后我才离开 那段时间在你们的生活面临到比较大挑战是 顺美姐你是那时候生病的吗 是不是还是 对 我们没有待很久 大概一年多 我就生了一场大病 就是有一天就大量的血崩 然后就我们到香港去救医 然后慢慢检查出来就是子宫里面有长东西 对 然后医生就说你必须要开刀 他就说看你是要回台湾开还是在香港开 那我们一想说香港没有身份的人 那个医疗费用是多庞大 是要很花钱的 我那时候就有想说要回去台湾开 可是他的姐姐就嫁到香港的那个二姐 他就跟我讲说 你回去台湾你一个人回去 那老公孩子在这边要工作要不可能 回去也是大概三五天 那你后续还要调养身体 对谁照顾你 他就说你在香港开 你就住在我家里 后续我帮你保养身体 我就在他们家住了四十天 就像坐月子一样 姐姐真的就是很爱我们这些弟弟弟妹 就这样 那我那时候祷告心里就很平安 我就觉得说那是神透过姐姐这样子提醒我 我就留在那边就开到 其实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肌瘤 但是开这个手术风险性还是很高 因为刚刚讲说软巢状况其实很不好 对就是因为这样 他开了才发现原来我的左边的软巢 是整个糜烂沾黏的 所以他处理的不是只有那个胳 那个肌瘤 是整个子宫都摘除 然后那个卵巢也摘除了一边 然后还要清理那些沾黏的那些肠子 然后还要打抗生素 其实也很致命 很着急 那时候的心情 所以医生出来 后来开完刀出来跟我讲 你要有心理准备 大概百分之十的存活率 不是百分之的成功率 是百分之十的存活率 他说很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时候整个人吓呆了 那我也不 我就跑到医院的外面 向着上帝祷告 那时候也不会祷告 然后就用自己的话 很诚心诚意的讲 那时候我叫上帝叫老大 老大 我说老大 这么好的一个女儿 你就要带她走吗 孩子还这么小 求你医治她 让她好好把这个病养好 回台湾 我决定受洗 我决定洗你 非常非常非常诚恳地祷告 第一次 第一次 然后回到台湾就 真的就履行真诺 所以就是在姐姐家四十多天 这样坐月子一样的被照顾 然后身体恢复差不多 你们就回台湾了 然后金达哥是在台湾受洗的吗 对 所以你们一家人都回来了 回来了 那回来是 还是做餐饮吗 还是 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回公公的餐馆 那我们就想说 就做别的吃的方面 然后呢 有一天就是去吃晚餐 到一个火锅店吃 那时候刚出来一些日式蒜蒜菇 虾布虾布 对 我们吃了以后 她就觉得 这个很好 不怕被师父刁难 因为没有技术性 对 都是新鲜的食材就好了 汤头煮一煮 谁都可以操作 就是这样 后来她就觉得说 可以做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祷告 求神给我们开路 找到适当的点面 这样 神也一路为我们开路 开了小火锅店 然后聚会生活 也就都稳定了吗 还是 比较没有那么积极 或许是因为 我事业心比较重 比较专注于在赚钱这方面 而且开餐厅 不管小火锅什么的 其实主日通常就是要做生意的时间 对 也很难去聚会 对 但其实后来还是做得不错 可是又变成去做了旅游业 做旅游业是因为在 她年纪也大了 然后参与业这方面体力也不胜负荷 然后小女儿结婚之后 他们跟小女婿有游览车公司 有旅行社 刚好公司有一台明星保姆车 没有人开 干脆载个客人游台湾 一面旅游 一面带着客人游山玩水 那你也会讲广东话 你也会讲英文 所以可以接香港来台湾玩的 或者是外国人 比较小规模的 对 我在想说这个也不错啊 反正年纪也越来越大了 那就 就那样子开始接受旅游业 才发现台湾真的很美 真的哦 真的很美 可以上车了是不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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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后的赖静达 换上另一个身份 担任旅行团的司机兼导游 开着保姆车 载客人游台湾 2021年 一次屏东出团的途中 她突然昏迷不醒 当二号传回台北 家人担心不已 当天 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告诉我 一个我们教会的指示 她说敬达现在在住院 秀妹准备从台北做高铁 准备到屏东 那我马上打电话给秀妹 说不用担忧 就先交给上帝 你不要慌 你要注意安全 那我相信我们牧师马上为他祷告 进去家货病房看到我爸爸 我也是就整个大呼 然后我妈妈跟我妹妹 他们就是隔着 隔着口罩 因为我们都戴着口罩 就是一直要我就是 不要哭得那么大声 因为爸爸如果你知道 还听得到或什么的 他会担心 他会很很难过 你最爱的人 在你的面前受折磨 但是你无能为力 我觉得对我而言 这个是最难走过最难堵过 我没有办法替他 尤其是病痛 我没有办法帮他承担任何的东西 所以我甚至还跟上帝祷告说 如果他的状况是不可逆的 你干脆把他就是 不要受太多折磨的 让大家带回去天堂 我们还会再见面 就是不要让他受太多的折磨 我觉得有点崩溃 加上会觉得有点愧疚 因为我最大的愧疚是觉得 是因为我自己从事这个行业 我爸爸才会做这个工作 然后才会经历这些事情 假设如果我不是做这个工作 会不会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 从餐饮业转到了做这个旅游业 其实金达哥做的也是很开心 却没想到在一次工作过程当中 身体很不对劲整个就昏过去了 所以那是一个什么状况 突然之间昏倒吗还是 我印象非常深刻 一个环岛旅游六天午夜 大概在整个行程结束的前两天 就站着喝咖啡喝一喝喝一喝 在熬五意识的情况之下 就这样子昏倒 所以这次发生您是几岁的时候 六十一岁 就那时候还在带团 对 然后大家应该 或吓死了这样子 那个也非常感谢 我的客人马上叫了救护车 客人把你送到医院 帮我送到附近有一家 比较小型的国人医院 他们的设备 心脏方面的设备不足 马上跟屏东基督教医院联系 在送过去的途中 后来我是听医生讲的 曾经断气断过三次 急就回来又断 急就回来又断 然后送到那边的时候 客人已经联络到台北的公司 跟我的家人 然后他赶快联络我大姐住高雄 联络我大姐 马上赶到屏东基督教医院 去签名 我大姐看到我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全身呈现 黑大理石状态 而且是断气 天哪 我大姐就赶快签名 他签什么他也不知道 在那边一面流眼泪 一面讲说你尽量救他 尽量救他 在那个当下 你都完全已经不省人事了 不省人事了 意识都没有了 所以你当时接到电话 吓死了 死一点多一点的时候 我就接到小女儿的电话 他就说 妈妈 刚刚客人打电话来 爸爸的客人打电话来 说爸爸昏倒了 你可不可以 自己一个人先下去屏东 陪伴爸爸 不晓得他现在什么状况 其实我们那时候的认知 就是想说 可能是 太累了 或是中暑 中暑 就是昏倒 对 没有想到这个颜色 对 后来我才挂掉 每两三分钟 又打来了 女儿打 妈妈 你现在赶快收拾 姐夫现在就过来载你 我们通通一起下去 我一听到这句话 说通通下去 那我就知道 事情很严重 所以你到时候应该 那个健雅哥已经在手术了 已经出来了 已经手术都接受出来了 在家户病房了 那时候手术之后出来 医生有怎么讲他的状况吗 他就说他三条动脉 主动脉 一条主动脉 两条副动脉 全部堵塞 那条主动脉是 已经不要塞了几年了 那个是慢性堵塞 已经塞到硬到 没办法通 所以当下那条是没有通的 所以算是心肌梗塞是不是 心肌梗塞 那两条是急性梗塞的 然后装了支架 所以一切都好 所以我就以为 这样就很顺利了 那是不是等他清醒就好 然后医生就笑笑 现在才是中药 关键时刻的 这几天他能不能苏醒 醒不醒的过来 其实也是一个问号 在当时 真的就是当时 心血管这么严重的堵塞 是原来有抽烟喝酒的吗 抽烟的成分非常高 烟油 堵塞 你以前抽到多少量 一天或是 一天最多 抽到一天一包多 一包多一天啊 那算很多了 他的烟龄很长 家属这边心情是很纠结的 对 尤其只要每次 交互病房能够进去看的时间 每天又有限制 我们交互病房就是开放半个小时 对 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上午11点半到12点 对 就开放两个人进去 那进去的时候 每次呢 护士小姐都没有赶我离开 时间到 对 后来他们有一个护士小姐 就跟我讲说 真的 他们就觉得这个病人可能 大概顶多两三天吧 待个几天大概待不久了 所以就他们医护专业的 在观察这个病患 觉得大概不担心了 大概不久了 没什么机会了那种感觉 对 对 我还记得我 我刚进去 第一天进去看到他的时候 对 我在他耳边跟他讲 我说我不知道 你听不听得到我讲的话 如果你有听到 你一定要紧紧抓住神 你一定要祷告 你要坚强 我们大家所有的人 都为你祷告守候 神很爱你 上帝很爱你 主耶稣很爱你 就是要让你经历他 让你看见他 让你亲身经历他 那你每次进去帮他 这样祷告 离开病房的时候 或是在那几天的时间 你自己的心情 就是情绪上面 有很大的敌潮 或是很难受 或是比较负面的情绪 是比较强烈的吗 还是 我很感谢神的是 在这个阶段里面 上帝也知道我的软弱 是 我在外面住十天的 这个时间点里面 每天晚上都有人陪伴我 很奇妙 真的 除了大姐 有来陪我一个 然后叫回一个姐妹 就专程下去陪了我两个晚上 等她回去的时候 两个女儿 又刚好回来 又来 又待了三个晚上 然后再过两个晚上 大姐又陪了两个晚上 然后她就转到普通病房 所以每一个晚上都有人陪伴 真的就这样 所以后来醒了 是隔了几天之后醒过来的 我昏迷了六天 我还记得说 第六天晚上的时候 我看见我的床 然后三面是落地窗 落地门 然后我就走下来 推开前面这个落地门 然后看到有一个阶梯 这样一个阶梯 一个阶梯 然后我就沿着阶梯走下去 走下去的时候 看到整个烟雾弥漫 然后看到前面有一个人 那我就往前看说 那个是谁 结果她转过头来 就是主耶稣基督 然后她转过头来跟我讲一句话 你下来干什么 回去躺好 回去躺好 好 那我就赶快回去躺好 然后我就完全清醒过来了 我一清醒过来 我很害怕 我两只手两只脚被绑着 怎么全身都是仪器 他全部都是护士 然后吵杂的声音 这边阿姨那边叫 我才知道我在医院里面 那时候我真的真的很害怕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 什么原因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会躺在这里 那时候后来有护士在走 看到我醒了 他才知道 你醒了 吓一跳 他说你醒了 那个表情很像是 很奇怪 你怎么会醒 你居然醒了 真的是神的恩典 然后叫医生过来 赶快再检查一下 其他的一些状况 当你后来比较清楚 知道到底这几天 发生什么事情 你经历了什么之后 然后又 在这个异象当中看到了 你刚讲走阶梯 然后耶稣叫你回来躺好 对 你开始明白了之后 你那时候是怎么样 去想这件事情的 我很确定 上帝是个又真又活的神 他从他生平当下拣选我 教我自动来信他 自动受洗 而受洗之后 也没有全心全意全然的 在教会寻求他的真理 偶尔陪着他上教会 而没有深入的去研读圣经 很像离神也没有说很近 那神就一次就让我 真真实实的感受他的良善 他的美 他的爱 他的爱 就是让我这场生病 我从死亡深渊把你救回来 让你感受到 就跟那个约伯所讲的 以前我 从前我只有风吻有你 今天亲 现在我亲眼看到你 完全感受到你一切的美善 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一次开是醒着开刀 是做心导管 心导管 我在躺在手术床上面 医生在右边 左边是整个摩林德 一百多寸的摩林德 还可以跟医生讨论 血管现在插到哪里 我说你插到我的背了 他说对不起我拉出来 每天观看灵修影片 与妻子一同祷告 死里复活的赖静达 开始稳定聚会 主动认识神 这场病除了让他恢复健康 更找到了信仰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 我这个姐夫 口才很好 但是他以前 简单说就是个生意人 在跟你兜一个想法 他只是在说服你 或者是在跟你讲一个好的点子 可是那一天他是发自真诚 而且是就是有那种他自己经历 然后一个很澎湃的热情 在跟你讲一个很真实的事情 因为有一些事情是静达在昏迷的状态 只有秀美知道 只有曾杰知道 那有一些是静达主观的经历 那他太太也不知道 可是你就看到他们两个交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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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把那个场景对出来 那他就变成是一个完整的拍摄 对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那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家族 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我爸爸是一个 不会轻易掉眼泪的人 但他那段时间就是 听到诗歌 他居然会掉眼泪 其实不需要从他嘴巴里多说什么 对你看到他的那个反应 就知道那已经不一样了 温柔很多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温柔不一定是 讲话 轻声细语叫温柔 可是他的心也柔软了很多 尽管你还是感觉得出来 他急躁的那一面 对但是他还是会愿意 就是我妈妈在讲什么的时候 他也许当下他很急躁 但静一下心来他是会思考 然后会愿意听进去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温柔跟柔软 就他的心有柔软这样 经历了这样生死关头 甚至对靖达哥来讲是真的死过了 然后又再重新得到生命 之后的复原状况就都 非常的虚弱 大概瘦了将近十公斤有吧 七八公斤 第一次下床脚落地的时候 那个讲真的站不起来 整个人都快跪下去 因为你十几天都没有站着 整个身体而且都没有进食 只有喝流脂的食物 就是也靠打点滴 点滴 对 流脂的食物 所以整个身体非常非常的虚弱 所以总共在医院待了 十九天 从那天喝了咖啡倒下去之后 就是 总共在十九天 后来他就是 第六天他就看到这样的异象 然后他完全苏醒了以后 就是他就像睡饱了一样 他自己讲说 他那醒来那个状态 就是好像睡了一觉 很像睡了两三天 精神非常好 非常好 没有什么病痛的感觉 所以后来慢慢 看他的状况都不错 就慢慢慢慢拆 拆了以后他又喊着说 我要出去普通病房 就赶快后来就转去普通病房 去了普通病房 他又吵着我要回家 就是这样 就很快要回家这样子 结果有一天就是 在普通病房的时候 那个院幕部的那个 那个 姐妹 姐妹们 来献师 他们带的吉他 来探访病人们 刚好到我们房间来 然后就为他唱诗歌 就选了一首诗歌 耶稣爱你 对 就唱那个有一个千年不变的道理 那就是耶稣爱你 他第一次被上帝的爱抹着 他就现在很感动 就一直 一直 淑气一直流泪这样子 很辛苦 就这样在院堂十九天 然后出院之后 就再从屏东然后回到台北 回到淡水一路 对 然后有一条血管没有通 这个又是另外神给我一个 第二个恩典 在我这个生病期间 而且这一次开是醒着开刀 醒着啦 因为是局部麻醉 是做心导管 心导管 我在躺在手术床上面 医生站右边 左边是整个摩尼特 一百多寸的摩尼特 还可以跟医生讨论 血管现在插到哪里 我说 你插到我的背了 他说对不起 我拉出来 因为血管 所以你也有感觉 有感觉 可是你不是麻醉 有东西在你的血管里面 他只是进去这边麻醉而已 进去就是血管 所以你会有感觉血管有东西 在你的身体里面 在跑 结果一进去 一个多钟头之后 医生说 哇 你这个血管 打不通 发夹弯这样子弯了弯去 找到了 就主动卖 他说血管 堵塞非常的严重 太严重 那我就问他怎么办 他说 不然我们这边打不通 我们再从这边 两边这样子打 那就要 从我这边 还要再开一个洞 对 好像在隧道在打隧道 对 然后打石头 一摸 一摸 发现我的脉搏比较微弱 赶快 从属西部这里 也是大血管 从这边 这样子也是进来 再一个多钟头 又找到了 那边要打 他跟我讲 哇 打不通 我只问他说 塞得多严重 我第一次听到医生讲说 百分之百的严重 打不通 那我问他说 打不通怎么办 他说没办法 要马上全身麻醉 传统手术 开心脏 哇 那个手术就非常非常大 我当下我赶快积极地搞祷告 破切地祷告 我说 神啊 妈 你一定要带着张义士的手 来打通我的血管 大概祷告完了半个钟头吧 后来有个护士说 通了 通了 哇 这个又是神的另外一个恩典 听到我的祷告 那到现在整个身体恢复的状况 都很顺利 都很顺利 当然烟酒就都没有了 那现在闻到烟味还会骂人 闻到烟味还会骂人 这是最大的恩典 让他就没有很痛苦的 就戒烟戒酒 对身体 如果要我戒烟的话 大概很难 嗯 对啊 所以真的 也真是感谢主 我其实我也不知道 还有什么其他的话可以说了 对 最后一点时间 也请两位来 跟我们关会也给我们一点分享 鼓励的话好了 你看从这个秀妹姐最早开始 她自己子宫的状况 然后后来你心脏的状况 其实一步一步走来都很不容易 我要很确切地讲 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火的神 祂一旦拣选了你 祂有祂的方式 让你完完全全依靠祂 完全相符于祂 对 而且 你只要完完全全依靠祷告 归向祂 祂一定会带给你 你超越你所求 所讲的事 所以你现在的信仰生活 跟以前完全就不一样 每天早上 我都会在看那个 恩典三六五啊 一些陈导的一些课程 每日清静神 恩恩恩恩恩 那说妹姐呢 给大家一点鼓励的话 走过人生的道路 我觉得我们人一生的道路 一生的岁月都在上帝的手中 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境遇里面 只要我们就是全然的仰望 全然的交托 也要有极或不难的信心 就是顺服 就是顺服 不管神怎么样预备 靠着神 就是站立的我 这样就感谢神 在我们人生道路上 真的是充满了自由 以祂的恩典为我们的冠冕 对 真的我自己感受很多 包含金娜哥 你刚刚也讲到一句话 就是过去是风文有你 如今是亲眼见你 那个又真又货的 那个也是很震撼的 一个经历 我真的觉得 孙美姐 就是你们家 就财德的妇人 像珍珠一样的 宝贵的在家里 但是您受到 你母亲的影响很大 然后从她身上 算是遗传也好 得着了 传承了这份祝福 然后把这祝福 带进到先生 先生的一家 甚至包含两个女儿 带着一起读经 我觉得在你们家的祝福 就会这么一代一代一代 往下地传承下去了 现在连小孙子也会祷告 所以就我一个妈妈来讲 我看到这个 我自己也很被激励 谢谢两位今天的分享 谢谢 谢谢 大家平安 我是达民牧师 赖敬达 真秀妹 他们的生命见证 会不会让你大开眼见 我们在圣经上常常读到 耶稣让瘸腿行走 让大麻风得一致 让死人可以复活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你会不会有问号 因为我没有看过死人复活 可是今天这一集的见证 不就见证了神的荣耀了吗 三次断气 可以救回来 是有原因的 各位 只是要让赖尽达弟兄 从人的尽头 走向神的开始 赖尽达弟兄经历了神 所以开始侵徒圣经 紧紧抓住神 这是多大的祝福 而且这祝福只是一个开始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祝福 因为她有敬前的太太 秀妹姐妹真是了不起 从她口中所说出的话 也都是感恩 她说我感谢生我的父母亲 因为他们当时一开始 没办法照顾我 所以把我送到基督化的家庭 让我得到这个最好的礼物 就是基督的福音 然后秀妹的养母 也是了不起 难怪敬前的这个 爸爸妈妈会生出敬前的后衣 然后敬前的后衣 会让后代的子子孙孙都蒙福 养母每天祷告 站着祷告 吃饭祷告 做所有事情都要祷告 祷告最后睡着 这个是一个基督徒 给人最大的一个影响力 就是带着福音的权柄 跟敬前敬畏神的心 让你真的很感动不是吗 这对夫妻的故事 有没有激励你 让你知道 从前你封闻有耶稣 现在你亲眼看见他 各位 圣经的知识不是用来读的 圣经的知识是落实在 我们的生活现实的层面 这对夫妻给我们很好的见证 要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也能够有像他们这样的生命 能够学向耶稣活出基督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天父感谢赞美你 真的让我们学习秀美姐妹 还有敬达弟兄 紧紧抓住神 让我们学习他们的生活态度 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 凡事谢恩 不管在我们觉得好的时候 甚至在我们生病的时候 或甚至在我们住进家务病房的时候 在任何情况下 都没有一件事情 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弟兄姐妹 神非常爱你 你会看到这一集的节目 绝对不是偶然 上帝要把最好的礼物给你 就是祂的救恩 就是祂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那是新的生命 那是不同的眼见 打开你的心眼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你生命的主 一切开始更新 一切开始改变 最好的 在你的未来 抓住神的应许 上帝要大大赐福赐恩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感谢主 谢谢你收看这一集 上帝大大要赐福于你 祂是爱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